fimmaster events 2016李洋奧運會 是今個夏天世界最矜目的體壇城市 正所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本 所以李洋奧運籌委會 今天是找來一間很有名的 也有經驗的大型活動策劃公司 Film Master Events是負責今次的開幕 不過Film Master Events今次面對很大的困難 原因是他們巴西的經濟 甚至近期州政府都出現赤字 再加上寨卡病毒將會影響遊客等等的到來 所以今次得到的經費 不要說跟08奧運比 甚至連2012的倫敦奧運都不及 不過Film Master Events的發言人阿比迪先生就不認同 他認為好的開幕不一定跟錢掛鉤 因為今次他們的開幕典禮和閉幕典禮 都將會用上3000公斤的煙花 2000盞燈和650個大喇叭 再加上超過12000名的義工和表演者 而組成一個相當盛大的開幕典禮 再加上Film Master Events的經驗是相當豐富的 包括主辦過歐冠杯決賽的開幕典禮 米蘭博覽的開幕典禮 以及早前科威特50周年的慶祝慶典 雖然阿比迪沒有透露過他們用的經費 以及他預測的觀看人數 但根據上屆的倫敦奧運 全球超過9億人收睇倫敦奧運的開幕典禮 預計今次里讓奧運的開幕典禮 也不會少過這個數字 而他又認為這個開幕典禮 將會帶給世人一個新的感覺 希望透過這次開幕典禮 展現一個新的巴西 新的里約也能夠透過視像 是讓大家了解到巴西的文化 國度和價值的 再者 他們邀請到奧斯卡得獎電影 《上帝之城》的導演 美利拉斯先生是參與在其中 所以 大家對今次里約巴西奧運的開幕典禮 都充滿信心 滿有期待 在奧運前夕和奧運期間 HKBC.TV和H18都會無間斷地 為大家帶來里約奧運的 場內精選、賽事戰況 和人脈刻畫 甚至點點滴滴 沒有夠做到場內場外一網打盡 記得密切留意